可以跟我們分享就是 在家裡你又開始剛剛 你要把珊瑚養好 最基本你要注意 其實養珊瑚最基本 我們講三個要素 第一是強光 強流 第一營養鹽 第一營養鹽 對 然後強光呢 不管是以前或現在 大家都知道養珊瑚需要光線 因為它的工身長 提供它營養 甚至現在大家發現說 它的螢光色素 然後提供它 很多其他不同的營養 而且螢光色素的激發 會導致珊瑚的顯色更漂亮 所以現在兩者來講 我們會希望 提高它的螢光色素 還有降低營養 降低營養鹽 然後所以營養要怎麼降低呢 我們就用吸附劑 吸附劑 對 比如說像費石 活性碳 跟現在強大的過濾氣 還有包括一些強大的蛋白什麼東西 然後來把這些東西 移除掉之後呢 添加入珊瑚所需要的營養 對 然後再 然後就可以好好的飼養 就是我們把它的衡量元素 打到一個它需要的平衡 然後讓它提供好的環境 它能夠穩定的在這裡面生長 在早期沒辦法飼養在 我們珊瑚缸裡面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沒辦法維持這種元素 它因為很定 對 所以它就是死好死壞 所以它會說你長得很快 可是突然間 為什麼就這個東西 對 對 就是你元素失本 就是人家講的嘛 養鋼鮮養走的 對 對 鋼鮮養走 所以我們這邊原來 一開始是做珊瑚養殖跟富裕 因為我們這邊早期是做 海洋生物多樣性教學 所以我們有不同的海洋生物 包括魚類 蝦類 兩個類 還有珊瑚 因為珊瑚是我們很重要的一個 不管是學校的課題或是一般民眾 很少接觸到飼養活體的部分 然後因為我們都說要推廣寶玉 所以就是把這些海裡面的狀況 搬到鋼子裡面來 然後藉由這樣子的科學展示 然後把這個教學帶入民眾的生活到 所以也就是說在我們大自然 在海洋裡面的山 其實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對 它其實扮演 我們常常說 山蝦叫做是熱帶的山羊森林 因為它提供了非常雄厚的生產力 對 像小時候的魚苗 蝦苗 都必須要靠牠們 這些珊瑚的一些環境 提供的營養 提供的小型的生物來作為活存 然後這樣子的話 提供牠成長的一些要素 然後牠長大之後就會往外擴散 就會形成其他的一個種族的分布 對 所以珊瑚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產 就是一個溫慾生命的一個溫床 然後保護 雖然珊瑚礁的富裕 需要很長的時間 才能看出明顯成效 但只要願意開始 永遠都不嫌晚 因為即使在地球上 存活超過四億年的古老物種 也會成為冰維物種 你說這個是什麼東西 就是厚 厚 底線 古老的文化石 就是我們有拍過 那個厚有沒有 但它的血液是可以拿來做什麼 血液是可以拿來做醫療用的測試器 尤其是細菌 糖感染 或是疫苗的 開發式的偵測 就是用這個厚的血液 去做偵測是可以使得被汙染 所以你們也在做後保護護育 對 我們也在做後保護護育 育成率有多少 育成率有多少 大概育成率一般來說 大概有兩成左右 這麼少 兩成其實就很多 我在拉肢的裡面 那預想就不知道它是這麼少 真的 對 難怪它那麼少 對… 其實它裡面的生物 大概就是活生率就是5% 5% 5% 對 不然畫像的班車魚 是三千 三一顆短 它如果超過5% 它裡面全部都是班車魚了 它覺得它部分都是食物吧 對 所以它經過生態系的一些添責 對 然後速度過測下來 喔 真的 就是小小的一個 就是像我們 比如說 藝人泡過船 藝人的舌頭 對 像這次就是惡靈 他贏過一次 就是惡靈還沒多 所以很明顯的大小 跟那個運動的部隊的產品 對 然後游速度滿快的 對 但是要惡靈就準備禁止 一定的話不會禁止 那他們吃什麼 他們現在都是為它吃小型的空眼蝦 好厲害 對 後寶寶 所以這也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 要找到一些寶寶的食物 2019年的工作站 透過金門縣水產試驗所的 指導及經驗交流 成為北部唯一的後富裕 及保育基地 除了後寶寶 就連一生只有一次生育機會的 章魚 也難得出現忽然進行 趕快睜大眼睛看仔細啦 這個眼睛看得到它這裡的 這裡一直 有沒有看到 不像 豆子 比豆子還小 這是章魚寶寶 所以小時候看起來 一點都不像章魚 這個也很難嗎 孵出難嗎 孵出不難 孵出不難 養比較難對不對 對 你要準備適當的食物 對我來說 牠已經算是浮游生物了 然後牠還要再吃 比牠再小的 這怎麼有辦法 牠成長速度快嗎 目前沒有人做都不行 沒有人做過 對 對 所以這個也是 你第一個看待 對 想辦法 太強了吧 你們專門做 沒有人做過的東西耶 對啊 研究單位就是這樣 所以希望能夠成功 一定可以的 真的太小了吧 很小對不對 對 牠的小像 小到像什麼 像芝麻 就像是一個芝麻一樣的大小而已 對 你注意看 我們裡面不是有橘子色的那個 有沒有 那個就是我們準備要給牠吃的 小像 剛好比章魚再小一點點 所以牠的答案就是答案在這裡 現在就看牠 牠如果本事吃章魚就會怎麼樣 希望你們可以找到 如果有的話 以後我們就可以用到小章魚 到小章魚了 對啊 在人工飼養的條件下 能有如此生生不息的好成績 動物們除了住得舒服 吃得更是講究 才能好運連連喜事不斷 聽說接下來換大明星登場囉 我應該沒看錯吧 是那個嗎 沒錯 就是那個藍藍的 土岸裡面的那個 蘇美魚啊 是的 牠現在是一級 一級寶玉蕾 算一級寶玉蕾 一級寶玉蕾 一級寶玉蕾 為什麼你們可以養 因為我們在牠 還沒變成寶玉蕾之前 我們就擁有這隻魚了 那現在為什麼牠躲在最後面不出來 這個今天可能牠殺了心情不大 是喔 對 螃蟹 螃蟹拿過去一點 有 牠其實有看 牠視力其實很好 對啊 對 牠視力其實很好 有時候我們拿手機牠都會過來 不過牠今天真的是 應該是有心情不好被想 牠沒 牠自己躲起來 對 牠自己躲起來 牠現在一個連這個都看不到的狀態 對 兄弟 這樣對 牠現在真的是兄弟 所以早在五年前 你要叫牠妹妹 真的嗎 還沒有 牠沒變 因為牠是龍頭魚 所以牠是會變性 變性的嘛 就像是石斑 對 像石斑 或像是我們的小頭魚 對 也一樣 牠會開始轉變牠自己的性別 對 像牠是先雌後雄 所以小時候是母的長大變公子 然後小時候是先雄後雌 所以長大小時候是工的長大變模子 對 不然耶 怎麼辦 女生媽媽 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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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會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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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有看到嗎 兄弟 這裡 來...他要來... 他忍不住誘惑了 對 他忍不住誘惑了 來...他有看到了 他忍不住誘惑了 你看 他好像一個戰車喔 他來了... 他像是任性的小朋友 哈囉 你真的很厚唇耶 你 真的把他硬丟出來 真的很厚唇耶 他等一下會對著那個壓克力 有時候會對壓克力吸 所以要小心一點 會動一次很大聲 好漂亮喔 他現在往上看喔 然後他就代表說 你要不要... 他會告訴你說 上面啦 兄弟 他是這樣 上面 走來去走 走 他在這裡 他不來了 他沒有來了 他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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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他有來嗎 沒有 我剛剛這邊腳沒用 你沒看到他也 有 在這裡 你餵他一個... 他有辦法嗎 他會吃嗎 他只有太...太深了 他不會吃 會被別人搶走 他到後面去回來啦 他有來嗎 他有不來嗎 他有不來嗎 沒有 他停在那裡了 都不來啦 他躲走了 他躲到前面去 讓他回去回去 都回不到 有的時候喔 你連是嘴竹管秧植 你都會碰到他的脾氣 對 根本不用說在大海裡面 沒錯 所以其實這也是模仿了一個 模擬了一個 模擬了一個大海的生態 是 因為在大海你根本不 不可能這樣去餵野生動物 對 野生動物永遠同一樣 你都不要去碰它 你不要去餵食 你不要去餵食 它是在網上去 真的非常大體 真的非常距離 而且我們看晚上 真的很漂亮 我們很細心 很跳舞 很漂亮 好漂亮 主任說 今年可說是智能館的好運年 除了有難得一見的章魚 護卵 海中活化石後寶寶 其實還有一位海洋新蟲 可說是全排首例 從上萬顆卵中 唯一存活的成功案例 海中的舉重選手 他的寶寶究竟是什麼模樣呢 你說的那個是在哪邊 你來看 你注意看 好 這些都吃過 沒錯 這個 這個 它不是就螃蟹嗎 是啊 可是你不覺得它看起來 比較重嗎 就是感覺抽用 它跟有一個 跟我曾經 對… 花蓮有一個食材很像 叫蓄餡 體型 體型 有點像… 但是它又 它又比較像石頭一樣 對… 它比較特別 你看它最後一對角 它是往後長 你看它現在可以拉著背 可以把自己蓋起來 我們講說它舉重選手 就是它可以拉比 它自己還要重的 就這樣拖著走 所以它舉重 不是靠它兩個熬 就搬東西 它是靠它最後的 很厚之 對… 好像把什麼東西這樣 砰起來這樣子 對… 一些硬化 有什麼說我們這是 就是全台唯一獨一無二 你注意看 我們這隻很幸運 剛好有抓到母的 牠剛好生小螃蟹 然後這隻是小螃蟹 帶出來 這個是全台灣第一隻的小螃蟹 人工環境下的小螃蟹 等一下 螃蟹人工無法繁殖嗎 很難 很難嗎 很難 螃蟹目前你聽到的 大部分都是眼外抓的 你還沒有聽到說人工的 人工的 很少 有誰有辦法 沒有人 這樣是滿厲害的 對… 你們怎麼做到的 而且牠現在 牠看起來就好像一個 很不起眼的 你不會注意到牠 我如果今天是潛水 我到水裡面 對 我沒看過牠 我這樣看看螃蟹… 等一下 我就掃過了 我就不會注意 原來牠的寶寶長這樣 對 牠寶寶長這樣 最重要的事是說 牠會剛才跟牠的那個 那個爸爸媽媽一樣 對 牠會抓東西 所以你看到牠外面是有一個 海綿把自己蓋起來的 那不是牠原來長出來保護的 是牠自己抓著把它蓋住的 對 所以牠幾乎就是 開始 我們講說剛開始牠是有個 對 牠只要一住到郊區上面來的時候 牠自己就會找海綿 然後牠還會修剪 把那個海綿修剪到適合的大小 擬太 牠會模擬一個那邊 讓牠的獵人看不到牠 對… 你不是有潛水嗎 對 潛水不是要中性狐狸嗎 對… 那我們的小螃蟹就很可愛 牠剛開始還不懂中性狐狸 那一剪那個海綿就太大了 所以就會什麼結果 撈去 對啊 就下不去 那時候牠就會很好笑 一直在那邊抓 一直在那邊抓 沒關係 牠會很快的自己會修正 會把它下來剪 剪到剛剛好 牠可以減下去 對 所以很好玩 就跟我們… 因為你有潛水你就知道 所以小螃蟹牠 牠剛開始住下來的時候 牠就要選 就是要剪多大的海綿 適合牠自己是這樣 其實我今天來到我們這個 超新智能台灣 我有一個感覺說 我們在裡面看的物種 牠沒有到多麼的特別 到你完全看不到 甚至你在餐桌都看得到 但是我這樣掛完了一圈下來 我突然間有一種感覺是說 也許這些都是你曾經看過 你也看過 但你現在看到牠 佛生日在你面前 每個人都會有一些不同的板子 這樣我就會覺得 珍惜食物好像滿重要的 然後再來我們在這一區 牠其實是用 以前是一個垃圾掩埋場 我們是垃圾這樣一點一滴… 好 現在起來 我們重新把它改個樣 牠變得這麼漂亮 大家都載進來 我會覺得 你是不是該思考一下 你的垃圾 是不是應該要盡可能的 減量一下 沒有必要的 你就不要再用了 又能夠重… 就重複利用的 會不會比較好 你也可以想想 有機會來這裡走一走 也許你會發現跟我 不一樣的感覺 Alright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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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停 快點 說眼線